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先落后再反超的 这心理素质太强了 中国球迷终于过了一个好年 女足赢了后 文维的关注点又聚焦在了那位在看台上 哭红眼的水庆霞教练 从水庆霞的履历上就能看出他究竟有多牛了 1986年 1989年 1991年 1995年 1997年 水庆霞作为球员参加亚洲杯 2002年 水庆霞以教练身份参加亚洲杯 输球场次均为零 再看他的成长经历 作为上海市少体校一位练女子武向全能的学生 水庆霞在1986年 被商瑞华招入国家队 也成为了正式的中国女子足球国家队第一批的球员 以17岁的高龄 开始接触足球 之后就成为上海队的绝对主力 还进了国家队 这在现在看来是天方夜谭了 但当时女足运动刚兴起 绝大多数女足球员都走这样的路 不同的是 这么些年过去了 这第一批女足球员中 还坚持在女足一线队伍中的 也只有水庆霞了 这一批